大量土石覆盖道路 逆沙夹杂石块冲破打散土墙 顺目之干也被连根拔起 紧急出动大型挖土机 清除路面碎石进行道路抢通 现场也拉起封锁线 并没有民众在靠近 有人惊过走你 这里登山步道嘛 有人在走 19号早上6点左右 台中雾峰望月峰步道附近 圆灯巷的产业道路 一处已经完工将近一年的建案 边波突然滑落 当方面积大概有300平方公尺 导致人的巷员30公尺道路 因此中断 双向无法通行 我们就是后续还会再做鉴定 现在这个没有办法确认 墙降雨 可能导致边波含水量太高 所以导致它完工的一个 当土墙倒塌 要求业主把道路赶快护原 而且边波要做一个 稳固的一个永久的改善 如果没有提出 紧急防灾计划来施作的话 我们会把它依法移送法办 由于附近是登山步道 就怕影响路过登山客的交通安全 工程单位已经紧急进行抢通 但因为受气候影响 估计需要两到三天 才能完全恢复通行 最新闻的理数 赵建林 张晋晋长的报道